位于西藏洛扎县边陲的拉椒乡,有地员为古桑诞增送来了两封特别的来信。 出生在拉椒乡的古桑诞增,从1996年算起,今年已经是他担任拉椒乡党委书记的第24年。 多年来,他一直坚持留在故土,为家乡人民服务,虽然从未离开过故乡,但他的事迹早已远近闻名。 古桑尼尼你好,我叫干马九美,今年13岁,今天老师跟我们说,尼尼只守护着祖国的神圣国土,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,我也可以做到吗? 那95年开始,我们必须要拿椒乡的牧民啊,还有那个生猪,搬到那个白衣地区。 历史来源呢,白衣地区,吉鲁布是洛扎的牧场,现在我们16年之前是没路,那边是那个条件特别艰苦,没有电,没有水,没有通讯。 最大的困难是大学封山,大半年左右,联系不上。 那95年开始,我们拉椒乡的两户牧民,还有那个私人,第一次搬到那个白衣地区。 两户私人是我的那个两个舅舅,哥哥,弟弟。 那边是我的亲戚他们安排水,为什么呢? 北人不愿意去那边,我们不去的话,他们得占地。 这样情况下呢,我是国家干部,共产党,这是我有责任。 这样的话呢,我的亲戚来开始安排,办到那个白衣地区。 现在已经25年了,我的领土一寸都不能丢。 原来像杰鲁布这样的边境还有很多,等你长大了,你也可以成为神社国度的守护者。 古桑爷爷,您好。 昨天爸爸带我去看生活棋,我觉得很激动。 爸爸说,在寒冷的冬天,边境的人们仍然坚守岗位。 我想用零花钱买电暖炉送给您,希望您在边境不会冷。 孩子谢谢,爷爷这里什么都有,你不用担心。 党的十八大,召开了以后,二党中央,还有我们岗位政府,高度重视下呢, 我们现在纳州巷呀,还有我们白衣地区杰鲁布,放点附地的变化。 16年自去批准,成立了杰鲁布行政村。 17年开始根据小黄村建设,现在那边是通路了,通电了,通广播电视,电话,边面的补助。 每年都增加,户边复明的补助,卫星边面补助,还有那个草长补助。 我们进阵复兵的产业项目,现政府投入了140瓦,建了五个卫视大法。 这里面的那个就业方面,有辣椒箱全乡,有困难户期后, 劳动力是他们的安排。 现在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下,生活条件那么好, 欢迎全国人民来到我们这里,看看我们的幸福生活。 解罗布村和辣椒箱的发展,是幸福家园建设的样板, 也是西藏自治区行边复明工程的一个缩影。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,西藏各界党委、政府通过提高边民补贴, 开辟生态岗位,因地质疑,发展特色产业等方式, 促进边境繁荣发展,助劳国家安全屏障。 十三五以来,全区共开工建设了624个边境小康村, 进一步巩固了边境地区脱贫城广。 大力使师,以神圣国土守护着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, 更加坚定了广大边民守土雇边的信心、决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